你跟公关部的经理熟吗 你说Kate啊 嗯 还行啊 怎么了 没有啦 听说她很漂亮 公关部的经理嘛 一定要很漂亮的啊 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你看她啊 一定是有一些特别的方法 才会这么年轻就当上我们公关部经理 她如果没有特别的门路 我们KPI都这么难 哪有可能年年打标啊 不好意思 原本想要等你们讲完才出来 但是我真的太忙了 毕竟KPI真的定得太高了不是吗 先进去喽 你也卖一家蓝餐 谢谢 怎么样 大摄影师 最终要去哪里 澳洲 好好哦 我也想做个周游列国的工作 你只有多人在羡慕你这个年轻又貌美的公关经理 是觉得我可以用美貌换取那些业绩才羡慕我吧 每次一件好事啊 摸我的脸 你看吧 什么意思啊 妈咪 他们现在一定觉得我们有什么 搞不好还会加油天作 把你说成什么厂商富二代 恭喜你 身材瞬间暴涨 就跟你说了 这次又不知道是哪家厂商的富二代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来到新买的岛上度一下 什么时候都可以啊 那今天晚上 你给我离开你远一点吗 干嘛 有钱让我起是不是 你干嘛 我都帮你 你帮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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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如果你需要什么商业合作 你可以跟我说 你不用这样子欺费你自己 就凭你觉得我真的是那种人 你有多少商业合作都不需要 请你离开 请你离开 来 试试看看 卤味 对 对 楼下买的 卤味 卤味 今天的事情不好意思哦 来 一起喝吧 谢谢 难得 我们可以一起就主动道歉 这个我们要来庆祝一下 你知道这是你单身的原因吗 动手动脚 真的是 卤味 你不要听他说 没事就好啦 不过像我那个男生是谁啊 之前认识的一个客户 合作过几次 对我蛮好的 所以她是误会你们两个的关系 才会这么冲动 可能吧 但是也不重要啦 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了 来 再次庆祝我们可以姐姐摆脱了一位 成人的追求者 干杯 跟我说你可以喝吗 小气鬼 电线也分身原因之一 他本有跟你买吧 我两倍价都不卖 三倍不是成交的 你们感情好好 有啊 对啊 你说你做那个电商 你今天跑去她公司也是工作 对啊 其实我这一期的新品就是想要以Kate这样 又漂亮又有工作能力的女性做为主题 才想说去她公司看看嘛 那电商就做什么 电商喔 就 企划品牌啊 撰写文案啊 发想系列啊 商品摄影啊 很多啦 摄影欸 嗯 我是影师 有需要可以找我 你是摄影师喔 对 曼曼 她很贵的 不用找她你根本请不起她了 就冲着她这句话 慢慢找我 好 搬家 好 成交 高大卫 你不要乱来喔 她有男朋友的 你想太多了 你去哪儿快找 好 曼曼 你那男朋友对你很温柔 很爱你喔 哎呦 你条件这么好 有这么多人追 一定也会遇到好对象的 哦 条件好 跟遇到好对象 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知道重点是 两个人在一起最主要的 就是条件要百分之百的契合 这样子你才能够真心的相爱 是那感情才会显得珍贵完美 看恋爱 真的千万千万不能够强求我